前央視主持人崔永元近日曝光 一起簽譯礦權案的卷宗 在中共最高法院內失蹤 最高法院院長周強被指多次干預案件 通過這個視頻的目的 為保護自己免遭不受資策 留下一定的證據 去年12月底 中共最高法院法官王靈青 和前中共央視主持人崔永元 幾乎同步出面披露 由王靈青主辦的陕西千億礦權案二審卷宗 2016年在王靈青的辦公室內離奇失蹤 那麼中國哪裡還能有呢 郡宗失竊的千億礦權案 是指陝西名企凱奇萊公司與中共事業單位 西安勘察開發院及陝西省政府 圍繞著一塊價值千億的煤田 產生碳礦權和礦權糾紛 陝西高院一審判凱奇萊勝訴 西勘院不服上訴至最高法院 陝西省政府也致函最高法院施壓 最高法隨即將案件發回陝西重審 做出有利於西勘院的判決 凱奇萊不服再上訴 但就在最高法院法官王靈青辦案期間 二審的正副卷宗2016年同時丟失 後來部分卷宗重新出現 但一些關鍵記要不見了 案件的副卷宗它是不對外公開的 律師也看不到 那麼它就記載了一些何議庭的記錄 各級領導的批示 還有其他的一些相關部門 對這個案子的意見 也就是說所有法律法庭之外的黑箱操作 都記錄在副卷上 崔永元在微博上披露了 二審副卷宗內的部分內容 顯示王靈青的領導杜萬華 曾經三次修改判決書 杜萬華還表示 判決書經過周強院長的審核 王靈青也發布視頻 披露周強曾經多次干預此案的審判 專家認為 崔王爆料揭開了中共政府 從地方到中央 權力是如何介入司法程序的 不過他們的爆料沒有被噤聲 並不代表法制進步 而是疑似針對周強的政治操作 可以知道這個副卷宗 對於最高法院的高層領導 主要是周強是不利的 能夠在最高法院內部 如入無人之境的話 肯定不是一般人 如果是周強為了自保做的呢 那就說他已經遇到問題了 需要來自保了 如果是他人所為的話呢 那個目標也是針對周強的 爆料沒有被噤聲 說明這是一個政治干預 或者是政治策劃 隨著事件發酵 中共政法委宣布將主導聯合調查 專家認為 由政法委主導調查 是對所謂法制的進一步諷刺 政法委自己就是黨干預司法的工具 最高法院的最高領導 如果他們有罪的話 居然要用黨干預司法的方式 來進行調查 所以通過這個案子 正好讓全世界看一看 中共的依法治國 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實際上是一個最好的教材 星藤記者林瀾 紐約報導